马克思,中国在菲律宾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没有犹豫。 据菲律宾EBSCBN新闻网报道,菲律宾总统马克思16日表示,菲律宾必须继续维护对华关系,中国在菲律宾需要的时候提供了帮助。 报道称,当天在菲律宾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巴伦苏阿拉市,马克思在中方对非捐赠2万吨尿素肥料交接仪式上做出上述表态。 马克思称,中国是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中国没有犹豫,立刻行动了。 报道说,中方还将向阿尔拜省马荣火山附近灾民提供价值400万比锁,约合人民币50万元,大米作为救援物资。 这象征着我们两国关系的价值,马克思还表示,我们必须通过相互协作与持续友好对话,继续维护和关注对华关系。 事实上,正是通过这些善举,尤其是那些我们人民能够感受到的行为,我们巩固了双边关系和互信互利的基础。 他说,2023年6月16日,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非国家粮食署NFA,仓库主持了中方对非捐赠2万吨尿素肥料的交接仪式。 报道还称,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黄熙莲也发表讲话称,捐赠肥料体现出中国行动和诚意,体现出中国人民对菲律宾人民的友谊,我们希望这些肥料能够为菲律宾人提供帮助,增加农民收入。 这下菲媒还提到马克思今年早些时候对华表态。 今年1月,马克思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室表示,中国是菲律宾最强劲的合作伙伴,没有什么能够阻挡非中有意的延续和发展。 另据新华社报道,执行远海远域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七级光舰6月14日上午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开始对菲律宾进行为期三天的友好访问。 这是七级光舰首次到访菲律宾。 东南亚目前的政治局势充满了紧张与不安。 马哈蒂尔,前马来西亚总统,对此深有体会,他对这一局势有着清晰且深思熟虑的看法。 他指出,马来西亚一直以来都期望与中国保持友好的关系,但是却不断受到来自美国的干扰。 美国在全球各地传播着同样的信息,对抗中国,施压中国,制裁中国,他的这一观点揭示了大国之间的力量角逐和影响力争夺。 马哈蒂尔在东京参加驻日外国记者协会活动的那天,特别提到了这个问题。 他强调,西方国家经常试图煽动国家间的对抗,而中国则坚持劝和促谈的策略,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认为,战争并不能解决问题,各国应该坐下来进行对话,而不是通过断绝外交关系或者挑衅的方式来升级紧张局势。 让我们来看一些事实。 根据国际关系理论,和平解决争端的方式比起战争,更有利于国际和平与稳定。 例如,联合国就是一个以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为宗旨的组织。 这一理念得到了广大国际社会的认可,因此,马哈蒂尔的这一观点具有很大的合理性。 在全球化的今天,断绝外交关系或者采取挑衅的方式只会加剧紧张局势,阻碍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相反,通过和平对话和协商解决问题,不仅能够减轻紧张局势,也有助于促进国际关系的和谐发展。 马哈蒂尔在回答媒体采访时提出了一种关于国际政治局势的明确观点。 他指出,尽管东南亚国家努力在地区中维护和平,平息紧张的气氛,但仍有观点认为,面对敌对国家,直接对抗才是唯一出路。 他引用了乌克兰与俄罗斯,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以及沙特阿拉伯与伊朗之间的冲突为例。 马哈蒂尔接着转向了沙特阿拉伯与伊朗长期的敌对关系,他说,然而,正是中国插手这场冲突告诉沙特和伊朗人停止战争,做朋友。 他强调,尽管这两个国家在过去的三百多年中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但在中国的调节下,他们之间实现了和平。 这一观察表明,中国在国际政治中起到了积极的和平建设者的角色。 马哈蒂尔继续说道,那么,我们应该从这些事情中学到什么呢? 他批评西方列强似乎更乐于看到全球冲突的加剧,而不是和平的实现。 但是,被西方指责为做了很多错事的中国,却在促进和平的路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实现了这一点因此,我们不应该被任何强权所操纵,而应当独立思考,独立行动。 在问答环节,有记者提问,我们应该如何与中国建立和保持关系? 马来西亚七代和全球所有的国家建立友好的关系,不论他们的政治立场是什么,马哈蒂尔回应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与中国保持友好的关系。 如果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为何其他国家不能呢? 他接着提到了美国,但是,美国却在全世界宣扬,请抵制中国,施压中国,制裁中国,中国会如何回应呢? 显然,他会进行相应的反击,因此,我们最好是坐下来进行沟通,而不是断绝外交关系。 如果马来西亚能够与中国保持友好,而不是选择断绝外交关系,那么日本至少可以尝试与中国进行对话。 我们应该逐步减少对某些国家的敌意,在今年的三月份,日本政府审批了2023财年的预算案。 这个预算案包含了一项高达6.8万亿日元的防卫预算,与202财年相比,增长了26%,这是历史上的最高额度。 在当月的23号,日本众议院也顺利通过了防卫费裁员特别措施法案,以保障这一巨额防卫预算的裁员。 当被询问到这个问题时,马哈蒂尔指出,战争并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手段。 他质问,日本为何需要增加防卫预算呢? 这是因为美国不断宣称中国会攻击日本。 然而,如果中国真的这么做,那么不仅日本会受到破坏,中国也会受到影响,甚至美国也会被核战争波及。 马哈蒂尔表示,美国习惯于用派遣军舰来解决问题,这在南海的行动中可见一斑。 然而,马来西亚不会选择这条路。 我们会继续与中国进行贸易交流,我们不会派遣军舰,我们并没有军舰,但即使我们有,我们也不会选择这样做。 马哈蒂尔进一步指出,日本为何选择重新武装,是因为他认为战争可以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我认为中国并不想发动战争。 他认为,正是因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挑起争端,去年才派遣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这导致了紧张的局势。 他说,日本现在必须意识到,战争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应该尽量避免挑衅行为。 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致力于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争端,而不是通过军事手段。 我们坚信,只有通过和平的方式,才能实现真正的安全与繁荣。 因此,对于日本的防卫预算增加和美国的挑衅行为,中国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自身的和平发展道路,同时也要做好必要的防备,以保护自身的主权和利益。 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我们都是相互依存的。 任何一次战争都可能导致全球性的灾难。 因此,所有国家,包括日本和美国,都应该深入思考,战争真的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吗? 或者,我们应该寻找更加和平,更加公正的解决方法。 总的来说,中国需要保持警惕,但同时也要坚持和平发展,通过对话和合作, 而不是对抗和战争来处理国际关系中的问题。 这才是长远利益的所在,也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